在那边生活了十年了,这样过了好多中国人的, 大部分的中国人他们是非常满意的, 因为就可以看他们的生活的质量, 生活的质量在中国越来越好。 你知道我上次去上海的时候是19年, 差不多两年前, 然后我在我酒店了,我就搭地, 我就叫了一个输出车过来, 然后我就我很喜欢上海和北京的司机, 跟他们讲话就是很好玩了, 然后我那天我有一个上海的司机, 他告诉我,他说我住的那个酒店, 就是在上海的外滩那边了, 然后我说,我说师傅, 你的现在的生活质量怎么样呢? 他说你知道我小的时候, 我就是住在这个外滩这边了, 我就是很穷的, 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鞋子能穿的, 他说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那么多东西能吃的, 但是你看我现在的上海, 你看葡萄那边了, 哇塞,很漂亮的, 然后你就看, 但是现在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, 对不对? 但是我生活的质量越来越好了, 比20年前好了很多了, 比我小的时候好很多了, 而且最重要, 我就是相信我的孩子, 他们的生活的质量肯定会做得更好了, 因为我就看我的国家, 我就看看我们每一年都是有进步, 每一年做得更好更好了。